嗨,大家好,我是莫莉 這是我在俄樂港的家 路台上的勺藥開了 有的潔白,有的粉嫩 挺好看的 我家喜歡吃辣椒醬 今天我就想做一道非常好吃的 風味豆豉辣椒醬 不比老乾媽差哦 自己動手做 食材的質量可以自己掌控 不會吃到不好的油 也不會涉入 大量的防腐劑 首先我們把乾的紅辣椒 用清水洗淨 然後用熱水浸泡10分鐘 目的是讓乾辣椒的水分增多 這樣後面用油炸辣椒的時候 就不容易糊了 洗好的辣椒放在太陽底下晾乾水分 用晒辣椒的時間 我們來準備配料 一頭大蒜切末 一頭大蒜切末 一大塊生薑也切末 兩根蔥切斷 一個洋蔥切成兩半 其中的一半切成絲 二十個泡椒切末 另外半個洋蔥也切末 乾辣椒在晒乾水分之後收進來 取大約100克乾辣椒 用料理機打成辣椒粉備用 如果家裡有辣椒粉就可以直接用 甘蔥油 是我認為目前最好的一種油 我家裡一直用甘蔥油 其實甘蔥油也可以耐一定高溫的 所以不用擔心燒糊了 鍋燒熱之後放很多油 我放了大概有500克的甘蔥油 其他你喜歡的食用油也可以 油熱之後加入洋蔥絲炸 炸一會之後繼續加入蔥段 八角 香葉 桂皮 草果 或者其他你喜歡的香料 當洋蔥有點焦黃的時候 將所有的配料都撈出來 不要 這樣香油就煉好了 這是辣椒醬好吃的 最關鍵的一步 千萬不要省略哦 等油溫再上升一點點 加入豆豉炸到略乾 然後就可以倒入辣椒醬的主角 辣椒粉了 辣椒粉炸到燒乾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炸椒了 加入大蒜末 薑末 泡椒末和洋蔥末 翻炒到所有配料流失大部分水分的樣子 加入蝦醬 生抽醬油 糖 魚露 胡椒粉 五香粉 和鹽 來調味 再翻炒一分鐘左右 讓所有食材都炸到香而不焦的程度 最後再加入去皮的花生 翻炒一會炒香就可以了 這樣香噴噴的風味豆豉辣椒醬就完成了 等辣椒醬料涼了就可以裝平了 因為這一款辣椒醬是天然無添加的 所以請密封之後在冰箱裡保存 隨吃隨取 等一下 团獄 作詞 好了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